上期微星任影时期节目发出后 有小伙伴在评论区留言 微星笔记本有那么多的影 他们要怎么区分 所以咱们就先来聊聊微星这些影 抛开金字塔顶端的旗舰高性能泰坦系列 轻薄全能这一派则是绝影系列 接下来是定位主流的魔影、神影、任影 大家可根据不同硬件配置和外观喜好来选择 针对AMD平台 还有专属logo的雷影系列游戏本 配置拉满加高性价比的雷影时期 大家应该都知道 出道及爆款 更亲民的游戏本 则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新影系列 并且在AIPC元年也加入了AI特性 下面就让我们来试试这台搭载AMD芯片的 新影17 AI锐龙版2024 新影17 AI锐龙版2024 是17.3英寸的大尺寸游戏本 然而这么大的家伙 我已经却把它设计的相当低调 全黑色外壳 A面所有的线条 logo 文字图案等 都是同色立体浮雕设计 有种隐藏在暗处的感觉 机身造型还是很游戏本的 A面和出风口有点跑车前脸的样子 笔记本采用全塑料机身 整体强度在线 晃动弯折屏幕部分没有明显变形 按压键盘一面也足够扎实 新影17 AI锐龙版2024 配备一块17.3英寸 16B9的iPS屏幕 分辨率2560x1440 刷新率240Hz 经过我们测试 屏幕的色彩表现很好 DCi P3色域容积103.6% 色域覆盖94.8% 符合官方宣传的100%P3广色域屏幕 色准方面 DeltaE平均3.01 最大6.21 默认色温6777K SDR最高亮度259.6nit 对比度869.9比1 作为大屏产品 屏幕肯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除了亮度一般 兼顾高刷和广色域比较全能 屏幕默认开启了OD 脱影控制不错 它的键盘相对完整 带有数字键和全尺寸方向键 WASD还是透明键帽 键盘排布很适合游戏玩家 实际上手按键不算很硬 快速连击比较省力 适合玩一些吃操作的游戏 键盘带有四分区RGB背光 虽然分区比较少 但灯光切换过度很自然 一开始的RGB流光效果 我都没看出来 这四分区灯控做得很好 微星游戏本 基本都给了屏幕准心 和风扇拉满的快捷键 吸引17AI锐龙版也不例外 实际使用中相当方便 触控版我个人感觉有点偏小 而且偏左了一些 游戏时很容易被左手大鱼机误触到 不过键盘上提供了禁用快捷键 FN加F4可以禁用触摸板 除非临时中用 否则这种17寸大尺寸游戏本 外接鼠标才是常态 吸引17AI锐龙版2024 所有接口都设置在机身两侧 电源孔在左边 这一面还有个5GBPS的USB-A 和一个USB-2.0 右侧则是一个RGIS 5000Mbps网口 一个满血48GBPS的HDMI 2.1 一个5GBPS速率 带DP视频输出的USB-C 一个5GBPS速率的USB-A 和一个3.5毫米音频孔 USB总计3AEC算得上够用 满血HDMI就比较良心了 最高支持8K60Hz 或4K120Hz的外接显示器 原装电源为200W 只能通过原孔来充电 C口不支持USB-PD 其实原装充电器也是比较小巧的 携带不算困难 好了简单介绍完笔记本 下面开启性能测试环节 我们在MSI Central中开启狂暴模式 连接原装电源适配器 并开启了独显直连 新影视7AI锐龙版 采用新一代AMD锐龙98945HS处理器 台积电4纳米供应制程 Zen4CPU架构 最高8核心16线程 加速频率可达5.2GHz 2GHz缓存8M 3GHz缓存16M 核显则是基于RDN3的780M 12CU768个流处理器 运行频率可达2800MHz 新处理器嵌入了专门负责AI任务的 Reason NA NPU加速单元 及Reason NA引擎 拥有39Tops的AI算力 这也是新影视7名字里 直接带AI的底气 具体性能我们还是通过 理论跑分来看一下 CiniBench R20单线程694 多线程6492 R23单线程1722 多线程16131 ZPUZ单线程682.6 多线程7064 整体表现符合预期 我们还对笔记本 进行了FPU单考测试 处理器的封装功耗 一直维持在54W左右 核心频率最高4.16GHz 温度75.5摄氏度 我们测试的这台新影视7AI锐龙版2024 搭载RTX4060笔记本显卡 有独显直连模式 独显直连下并没有屏蔽核显 在一些视频软件里 核显也能一起发挥作用 这点好评 显卡驱动中显示 这张RTX4060最大功耗为105W 我们单考测试 结果也一致 出厂预设超频90MHz 最高频率2610MHz 控制中心里还能继续超频 核心显存都能再超200MHz 我们在出厂默认状态下进行了跑分测试 Time Spy总分10632 显卡10445 FSE总分12048 显卡分12585 之后我们还对笔记本进行了双烤测试 双版载下整机性能释放约126W 其中处理器21W 温度73.4摄氏度 显卡105W 温度83.9摄氏度 性能释放比较保守 不过能效比优势的AMD处理器 加RTX4060不吃功耗的特征 我们来看看这样设定下实际的游戏表现 测试中我们都按照屏幕分辨率 2560×1440来运行 网游类英雄联盟最高画质 平均帧数196 1Low 130 5W7月最高画质 平均帧数296 1Low 165 单机类支持DLSS和真声成的 我们都开启了质量档位 古墓丽影暗影 预设最高画质 平均帧数120 极限竞速地平线5 预设极高画质 帧数80 赛博朋克2077 预设光线追踪低 平均帧数94 荒野大标客2 预设平衡画质 平均帧数56.77 无论网游电竞还是3A单机 确实也都能流畅运行 实际体验没问题 不同于常见笔记本 预设有省电 平衡性能几个模式 新影时期AI锐龙版 内置的控制中心中 还多了AI智能引擎 在这个模式下 笔记本会利用AI结合用户习惯 根据使用场景 实施优化系统调整 精度负载时节能省电 游戏大型任务 保障高性能 灯效 音效 性能 均不用手动调整 当然如果你想单独设定 某软件的性能表现 也可以为其添加白名单 真正做到使用更省心 微星新影时期AI锐龙版 是一台比较均衡的 大尺寸全能电竞本 运行安静 屏幕素质不错 键盘手感好 显卡出场域超频比较多 到手还能继续超频 单机游戏里表现很好 虽然看上去 给到200瓦适配器 夹性能释放并不高 但实际体验却超出预期 再配上这块 17寸高刷广色域大屏 还能兼顾到 内容创作等生产力工作中 选择微星的好处 是品控不错 所有产品都是自演模具 自有工厂 一线品牌 售后也方便 支持两年全国联保 和两年上门服务 还有500家的线下服务中心 如果自己懒得折腾 选微星比较省心 感兴趣的玩家 可以搜索微星 新17AI锐龙版2024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886